今天我们要讲不一不义 很多人问我 到底真如跟阿来业世是什么关系 这个真心跟妄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真如佛性跟我们的阿来业世 不是一样也不是不一样 你不能说完全一样 你也不能说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们是有关系的 可是他们又不是一模一样 那这个基本上上面是大圣起信论 那下面是为事的一些刚要的学习 大圣起信 是信我们的真如佛性 是本具的光明 怎么样开显这个本具的光明 马明菩萨就在这个大圣起信论讲说 一心开二门 一边叫做真如门 另外一边叫做生灭门 我们要找到这个真如的本体 当它不动的时候 我们就称它为真如门 就是它本体的样子 那它一动的时候 就变成有生有灭的旺心 整个阿来业世的运作 我们是万法伟世 只要一动 它就变成了生灭门 这里呢真如门它就是这个真如佛性 在这一边的生灭门 它的主体就是阿来业世 你的心本来是真如 一动它就变成阿来业世 那这个阿来业世呢 它叫做生灭与不生灭合合 它在动的时候 它是有生灭性的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不生不灭的 那是我们的真如啊 真跟忘可以合合吗 好合合的那一个 这是阿来业世 所以我们用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通常的形容叫做水跟坡 当它不动的时候 那个大海的那个水 我们就叫做本体的真如 当它境界风一动 六根它有六成产生六事 它一望动 这个水就变成了坡 水跟坡它的关系是不是不一不易 同样都是诗性的 那就是一样咯 都是诗性的 但是一个是不动安静的时候 一个是坡浪的时候 大生体系论就讲说 这个真如门它的本体呢 有两个相貌 这个相貌叫做如实空 如实不空 就像实相 无相 无不相 所以如实空就是无相 这个佛性你不能说它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它就是二空真如 我空 法空 当它回归空性的时候 那一个就是我们本来面目 本性自信的光明 所以它是如实空的 但是它又有无穷的妙用 它又是本自具足的 所以本自清净是空 本自具足叫做什么 不空 我们的本性它是大智慧光明一故 骗照法界一故 真实实质一故 自信清净心故 常乐我尽一故 清凉不变自在一故 所以它有六个不可思议的功能 这个心呢 它就是本具无量无边的光明 它又可以骗照法界 使法界宇宙万象 都在这个大圆镜之里头显得很清楚 它又是真实实质 它是有智慧的 不是情世 而是真实的智慧 又是我们的自信清净心 它又是常乐我尽 涅槃的四德 它又是清凉不变自在的心 所以它什么都有 原来你是圆满的 你可知道 你现在坐在这里 你已经是如时空 如时又不空哦 所以现在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我们的忘心放下 放下就是真心了 本来的样子就是如时空 如时不空 那这个阿来叶世呢 它跟这个如时空 如时不空 不一样 它是叫做不觉的心 这个叫做真心 这个叫做无明 忘事 无明就是忘失了你的真心 你把虚妄的当成了什么 真的 任妄为真 直妄为真 叫做无明 这个等来是真如的 一念不觉生三细 境界为圆 长六出 忘心就是这个三细 六出的烦恼 阿来叶世 本来是真如的 可是它不守自信 一念的妄动 就变成了第一个细的烦恼 叫做无明夜相 意识心 它就变成了能锁的攀源 它已经不是寂静的本体了 这个自征分一动的时候 就会产生能见的见分 还有所见的境界 就是相分 本来是真如 但是真如不守自信 一念万动 就是无明夜相 就是阿来叶世启动 一启动 你就会 我在看 我在听 我在做这些事情 全部都是我了 现在已经是一个自我的意识 宇宙的本体是全体的 但是这个阿来叶世是什么 是个人的 你个人的生命就开始了 我是个女人 我是个男人 我是个中国人 你的自我意识就会能看能见能听 你就会有我要我喜欢我不喜欢 那个我就开始了 本来没有我的 但是一有阿来叶世就有什么 就有我 就有轮回 再来会有什么 六粗 有更气的烦恼 有一个乡下的老公公 他去城市里头 拜扶他的亲友 那这些亲友呢 很好心就给他一大罐糖果 这个罐子呢 口不是很大 那这个老人家就手就进去 抓好他因为没有看过这么多糖果 所以他就抓好 然后呢他就说 哎呀我的手出不来呀 他就说你就拿出来呀 他说我不可以拿 我拿不出来就是不出来 那他们碰了半天 他说我就是没有办法拿出来呀 还很挣扎很难过的搞了半天 结果呢他们只好把瓶子打破了 才拿出来 那他为什么拿不出来 因为太贪心了嘛 太贪心这么简单的是 所以这个伯伯 就是能见的心 看到这个境界就是一贯的糖 就是一个境界啦 那结果他有志向 志向就是分别心 我喜欢拿这些东西 一分别就是一个志向就出来了 那相续说 我会有快乐跟痛苦 我觉得很多糖会让我怎么样 快乐 所以你就让他相续 然后你会直取 你要很多很多的糖 你放不下这个拳头很大 这个就是我们变成一个习惯 好想要拿 然后我们会给他记名字 这些糖是我要拥有的 我要给他一个名字 叫做我喜欢我要拿 你起叶是你开始造叶 你用手在那边拿不出来 你就造叶了 造叶以后会有什么 会有苦 你瓶子要打破 然后你就是很贪心 这样子的贪心就会有苦 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是这样过日子 每一个起心动念 都是三细 都是六粗 这样子的相跟这样子如实空 如实不空 是不是很不一样 这个就是无名夜相 阿来夜是产生的相状 因为这样 所以这个叫做轮回 轮回它就是起货 造叶 然后受苦 货 叶 苦 全部在哪里 在我的心念 心念一动就产生了轮回 你就回不去灭盘真如了 真如是灭盘菩提 虽然是本具了 但是你回不去了 那我们学佛就是慢慢的觉醒 慢慢让我们能够在境界当中 不迷 不取 不动 或者你不跟它走 它就不影响你 你在境界中不迷 不取向 心不动 这个全部都是心在怎么样 再动 什么不迷 不取 不动 那个时候 就回归这个大智慧光明 所有的相自然就会出来了 只要你在境界当中 不把它当真 不要迷在里头 产生了一个我 那就不会再轮回了 那你每天就会回归你的心性 OK好 那我们学了这么久的维世学 到底要怎么用 那维世学就讲说 我们呢现在有这个阿来耶氏 所以我们有的山河大地 跟我的家人 我的事业 这种种因缘生的法 我们叫它什么 依他其 因为啊我们阿来耶氏叫做 亦熟氏 它种子变现了果报 就产生所有的人事物 那那为什么会说人事物 因为无名夜相妄动 那就有见分有相分 你有能见的心 看到所人的境界 所以这些的相状都叫做 因缘所生的相状 叫做一他其 一则因缘所生的 所以第八意思 这个一手式 变现出来的果报 每个人有他的业力 每一个人不一样的 你的生活境界完全是你的一他其 一他其 一他其其实本身它没有错 错在哪里 因为执着这些境界 这些境界本来没有错的 但是你一直取它 你普遍的嫉妒分别 你的第六意识 第七意识 有那个我执 有那个法执 有巨生的我执 巨生的法执 然后有分别的我执 分别的法执 当你一执 它就变成了什么 无量的轮回在等着你 无量的轮回就开始了 所以本来 你在生活当中也没有什么错 你的业力那样就是那样 你只要接受它 不贪不撑不吃 它也没什么坏啊 所以逆境顺境 是谁想出来的 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嘛 所以它也不一定是坏 也不一定是好 看你怎么想 所以这是一种一他其 所以它没有好没有坏 生病你说它是好是坏 它就是一个一他其 我现在生病了 Cancer 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一他其嘛 它没有好没有坏 有的人越生病越精进 有没有 所以它是用普及心在过生活 那它的世界就转变了 如果它越生病越颓废 越不想修行 越伤心越难过 心情越不好 那这个烦恼就越来越多了嘛 所以全部是自己的什么 我骗济直 变现出来业力的生命 那如果我有一个办法 我有一种绝躁的功能 保持正念 在人生的一他其当中 这个如幻的缘起当中 我不起骗济直 当下这个一他其 它就变成了原诚实 这是圆满成就真实的佛性 这个佛性呢 我们也叫它第九世 八世是染污的时候 我们叫它八世 当它转成一个清净式的时候 叫做安摩罗式 这个安摩罗式就是一个 已经是佛性了 也叫做佛式 也叫做转式成智 那个清净的心 已经不是无名忘心了 已经变成一个真如佛性了 那就是我们的第九世 所以这个就是宇宙的真相 那我们再分析的再细一点 我们真的明白了 这三字性 应该就不会起一片季直啊 表示我们还没有真的明白嘛 对不对 那我们继续再分析 这个圆成实 它也叫做一真法界 就是我们这个真如佛性 它是十法界 变成了一真法界 当你的心不动的时候 十法界的源起 回到那世事无碍的 华藏世界的境界 那就是我们的心 所以这个如是空 如是不空的心 这个圆成实性 也叫做一真法界 那再来呢 它也叫做二空真如 我空法空 那其实有三个空 叫做空空 所以那我们就不说三 我们通常讲二空真如 人家问你真如是什么 它就是一真法界的心 宇宙的本体 它也叫做二空真如 它也叫做圆成实性 那一他起呢 是我们的业力 它就是有向的世界 也叫做四地的因果 因果就是业力 就是一他起 因为你过去的善业 恶业种子起现行 你有现在的果报 这是四地的因果 我们在轮回就是苦嘛 那苦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片祭职 集来的 那我们现在要离开苦集 到灭道 我们要怎么办 修止观 放下执着 放下执着 就叫做修道 就会得到灭地 就是真如佛性 本具的光明 就出来了 我们要从现在的四地因果 悟出这个二空真如 现在四地的因果 跟二空真如有没有关系 还是有关系的 对不对 我怎么样清正这二空真如 我在这里头不着相 我有无漏的无分别致 是不是我就可以回到二空真如 所以叫无漏的智慧 明白这个四地因果 都是一他起的假象 这个一他起呢 我们也叫做运触戒等 所以你的五蕴身心 是不是一他起 色寿想情世 身心世界都叫做一他起 再来我们六根 它圆六成叫做什么 十二处加上心理的分别 六世叫做什么 十八戒 所以运触戒等 都是我的一他起 你现在都是执着他为真 任望为真 但是他不是真的 你因为执着他 所以你一直轮回 现在学佛开启了空性的智慧 叫你放下 就是这么简单 放下你对一他起的直取就是这样 那什么是我们的片基之 片基之之之之是什么 和和相irect的假法 他只是因缘和和 加上我们的分别心 至相相相之際的 一直的起这些烦恼 和和相规的假法 在这个里头哪一个是假的 恿辑是假的 完全没有真实性 一他起呢 他是患有的 所以这个是忘有 虚忘而有 没有一点真实性 这个是呢 这个是患有的 梦中的运触界 梦中的生死灭盘 梦中的苦极灭道 这个只是我们梦中的境界 如果我在这个运触界当中 不起这个骗济子的妄念 是不是我就可以回到二空真如 回到一身法界 是不是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我再告诉你 用楞结晶 因为我们已经学了这么多回事经 你必须把它用出来 那我再用楞结晶给你解释 一模一样的道理 现在的一他起 我们就会给这些东西叫做什么 名称 每一个东西都有个名称 我喜欢我不喜欢 我们执着这个名称的东西为实法 我要我的房子 我的车子 我的种种 都是我的东西 这是一个名称 再来我们执着这些 像 有名称 又有它的外像 运触界 自立的因果 人事物 全部是一个什么 名跟像 都叫做你的一他起 那样就是那样 好就是好 坏就是坏 其实它也没有好 它也没有坏 全部是你分别出来的 我们在名 像当中 错在哪里 错在我们会起什么 起妄想 那么先讲 无法三自性 八是二无我 我们产生了无法 名 像 妄想 正智 如如 宇宙万事万无 它就用无法来解释 名跟像本来没有错 它那样就是那样 它就是一他起码 但是我们在里头产生什么 骗击直 也叫做妄想 如果我不起妄想 我起了空观的智慧 这个就叫做什么 在愣且经 叫做政治 就是我空的智慧 法空的智慧 就是 见分的心不可得 像分的法 所取的境界不可得 能跟所双亡 不真实存在 都是假放 都是我心里分别出来的 所以不值得我去烦恼 我们都活在自己的烦恼的境界当中 你转一个心 所有的一他起 都不会再让你痛苦烦恼了 有一群中国人跑去日本 一斗半岛去旅行 那里呢 那个路啊 非常的不平 一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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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坑的 这些旅行人很生气啊 哇 你带我来这什么地方玩 这么不好玩 这么多洞 多多多多的要死 他们有两个导游嘛 一个导游就说 哎呀真是对不起哦 我都不知道会这么动哦 真是抱歉 他就一路一直抱歉 另外一个导游呢 他就说 啊 你们大家知道吗 这就是 这个一斗半岛 这个赫赫有名的 这个酒窝大路 同样的一他起 我用不一样的心 我不觉得好陡 我好讨厌哦 我是不是就有一番滋味 我是不是就有 圆满成就快乐的佛心就出来了 好 所以全部都是你的骗济子 惹得祸 其实不需要烦恼痛苦的 全部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最后总结 真如门 他叫做如是空如是不空 他叫做原成实性 他叫做一真法界 叫做二空真如 他叫做什么地 叫做圣义地 这是宇宙当中最殊胜的第一地 就是我们宇宙的本体 那颗不动的真心 这些 来也是三细六出 一他起当中起骗济子 四地因果 运出界 和和相续讲法 这些叫做什么 世俗 不要用世俗的眼光看人生 再也不要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世界 要以什么眼光看世界 要以二空真如 无分别致的那颗心 在境界当中 不用我执 去起这些六象 来过生活 而是要用我的真如佛性 他是大智慧光明一故 骗照法界一故 真实自治一故 你是当下 现在就是谁 就是佛 心就是佛 哦原来我的阿拉耶士 第八跟第九 是什么关系 所以跟波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我们说真心跟忘心 他是不依不易 那为什么阿拉耶士 他叫做生灭与不生灭合合 那这个全部都在哪里 就是你的一颗心 所以叫做一心开二门 OK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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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